大家好,我是沙灘妹妹 我为大家报道今天,2023年11月22日的新闻 正所谓,币安今次币家伙,总裁辞职罚款多 美国传媒引述消息,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币安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赵长鹏宣布辞职 并且在西雅图联邦法院出庭时认罪 币安被判罚款43亿美元 包括美国监管机构提出的民事指控达致和解 有网民表示,币安老板可能要走路 叫大家快点沽 也有网民认为,币安和政府的官司拖了这么久 这个都是一个不错的结束 不知各位网友有没有投资虚拟货币呢? 大家记住帮您的订阅、赞好及留言